让柯P充满期待的 都发局长林周明 曾长期在美国纽约职业 拿过许多国际建筑大奖 建筑界都以大师尊称他 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 脾气也很大 这还用说吗 你国中毕业就知道了 答案是不可以 你会呼吸你都知道了 长发造型又抢眼的明星局长 现在却传出 他在任工职前 开设的重关设计公司 进击欠包商工程款 还在上任前将公司负责人 变更由亲人担任 据本刊调查 林周明主持的重关公司 在2007年4月 接下了中石集团 中石 中市 中天大楼的诊建案 虽然他在中石的办公大楼里 盖篮球场 又建了6公尺高的大书架 让人拿不到书 都曾引起员工对空间 实用性的质疑 不过林周明 还是以中石大楼案 拿下了2008年德国IF金奖 但整个三中诊建案 后来严重超出预算 包商的花费 与重关公司的结算 中间竟差了8000多万 双方因此对簿公堂 官司缠送7年之后 把愿去年底判决重关 必须先支付其中700多万元 重关人置之不理 林周明在出任都发局长后 跟立即将重关 变更给自己亲人 让包商觉得踏实要切割 我对我们这个行业 有两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 你天天做 努力做 你会越做越好 第二个看法是 你最好的作品 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如果林周明在预算控制上 有过像三中诊建案 这样暴增的潜力 那对世大运选手村 12天要花26亿元 都很火大的柯文哲 未来可能会更火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